锦庸笔下最强高手是谁 不是扫地僧 这二人已达修仙境界 天龙八部非比寻常 全书共有三位主角 分别是削风 段玉 虚竹 此外 天龙八部涌现了大量玄幻神奇的武功 这些武功能隔空伤人 化气为行 好比六脉神剑 火焰刀 参合指等武功 都能将内境拘于手指或手掌 然后击射而出 达到杀人与无形的最终目的 因而 天龙八部在这些神功的点缀之下 更加精彩绝伦 让无数读者看得津津有味 热在其中 可这些神功在扫地僧的面前都成了摆设 原来扫地僧的三尺气强 好似最强之盾 能将各门神功化得无影无踪 扫地僧后又轻飘飘地拍出一仗 历时击杀了强如萧远山 慕容伯这样的当事高手 此外 扫地僧的轻功 以及对武学的领悟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仅凭一人之力 就在藏金阁一意里化解了萧远山一家 与慕容家族纠缠三十年的血海深仇 恐怕就算段宇驱逐赶来 与萧峰强强联手 也未必能胜过扫地僧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友认为 扫地僧是金书第一高手 常言说得好 强中自有强中手 以下这位女高手远胜扫地僧 俨然脱离了武侠小说的束缚 成了修仙一族 这位修仙女高手正是月女剑的阿清 阿清是一名放养女 却在机缘巧合之下 练成了月女剑法 越国的范里发现阿清的剑法恐怖至极 若让越国士兵练成正门剑法 岂不是可让越国称霸天下 于是范里凭借魅力 吸引了阿清前往王宫传授士兵剑法 阿清进了王宫没多久 范里和西施的地下练情 却终究被阿清发现 阿清暴怒之下 仅仅提了一根竹棒就冲进了王宫 范里听闻此事 急忙派遣了2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行拦截 可2000名士兵竟在瞬间之内 被阿清轻松解决 如此战绩放到金庸拳击里 试问有几人能做到 而天龙时代的扫地僧 不然高深莫测 但若让扫地僧闯入王宫 他能否和阿清一样 在请客之间击败2000名士兵 笔者认为显然不可能 与此同时 金庸笔下还有一位男高手 也超越了扫地僧 能和阿清一较长短 这位修仙男高手不是别人 正是侠客行的主角石破天 石破天憨厚善良 误打误撞之下 练成了炎炎弓 罗汉服魔神弓 又在侠客岛上 参悟了一门 怪异至极的神弓太拳精 原来侠客岛石壁上 刻有李白所写的五颜古诗 每一行古诗里 都蕴含了诸多修炼之法 是一门至高无上的内功 换作太拳精 为了破解太拳精 侠客岛岛主历经数年 邀请各门各派众多高手 前来解析此事 但无人能解其奥秘 这些上岛的高手们 反而因为无法破解太拳精 而恋恋不舍 每时每刻 对着石壁喃喃自语 如痴如醉 石破天并不识字 也不想去破解武功奥秘 却在观看石壁上古诗之计 要动了体内的内心 无意之间 变成了这门超凡入胜的太拳精 神功大成的石破天 也和阿清一样 挣脱了血肉之躯的束缚 书中是这么写的 他随手提起一块船板 用力向二人落海之处秩序 跟着双膝一弯 全身力道都锯到了足底 拼命撑出 身子便如箭离弦 击射而出 眼见船板落海着水 自己落足处和船板还差着几尺 左足凌空向前跨了一大步 一踏上了船板 当真是说时迟 那时快 他左足踏上船板 阿秀的身子便从他身旁挤跺 石破天左臂伸出 将他拦腰抱住 原来阿秀从海上的一处悬崖掉落 远处的石破天见状 当即抛出一块木板 然后借着木板的滑翔而去 顷客之间就赶到了阿秀的落水之处 从看到阿秀落水 到抛出木板 最后将阿秀拦腰抱住 这几个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 毕竟常人坠崖 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 和石破天却凭借一身神功 完成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 简直比达摩祖师的 一尾渡江还难上加难 综上来看 石破天的武功 已经脱离了武侠小说的束缚 颇有些玄幻小说的味道 他和月女剑的阿青都胜过了扫地僧 并列成为金庸拳击里的第一高手